五十年前的岩池天花板长什么样 就连国民女神克鲁兹也是她的小迷妹 今天安乐的拳要手法 带来西班牙宝藏女神 伊玛德·桑蒂斯的第一代 本篇无肉之饭 今天是春假前的最后一天 大爷的新生侯丽 在课堂上就和男友马德 商量起了春假背包摇的路线 他不晓得 这些举动都比教授看得眼里 一个刺激惊悚的故事 从这里开始 旅途从一开始就碰了笔 路过的车子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友善 直到女孩出马搭车 行事才有了好转 一辆小车缓缓地停下 两个人瞄了一眼 好家伙 这段是他们的教授 好不容易来到一辆 那就上吧 没想到教授意外地窝心 提议可以把他们带到服务区 对小情侣来说 至少旅程开始了 走一步试一步吧 诶 到了服务区刚准备下车 那的几个警察直接把他们劝退了 和你们想的一样 两人是背着爸妈出的门 或许是教授看出了什么 小群里开心地答应下来 殊不知这一区 就是踏进了地理之门 教授在教区的房子很大 全是一些复古的家具摆设 房子里面还有个男人 法克 以前也是他的学生 每个工作日的八点十分 他都会雷打不动地做好早饭 然后叫醒教授 贴心地帮他披上睡跑 再募送他去上班 没跑了 晚餐也是他准备的 吃饱喝足后 带他俩去书房喝咖啡 乖乖 原来做老师这么赚钱 教授一脸的得意 25岁他就拿到了双文凭 然后继承了一大笔遗产 教授什么的只能算是兴趣吧 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下一个乐趣 两个小年轻都没听懂 不过很快他俩就会明白了 开明的教授给两人安排了一个大房间 心中有愧的女孩主动向教授坦白 今晚将会是他俩的第一次 教授笑了笑 表示这没什么 都说成名要趁早 还是那一年 饰演猴力的耶马德·桑蒂斯刚满十五 童心出道了他 买点的胶原蛋白 淳朴天然的青涩眼疾 让很多人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邻家女神 可惜红颜薄命啊 他的演艺生涯 戛染而止于1989年 还有想看他影片的小伙伴 弹幕来一嗓子吧 女孩的第一次是有点不安的 不过也是甜蜜的 能在今晚交给喜欢的男孩 他是鼓足了勇气 大庭里这样的教权乐 诗诗的伴奏 肖遣诡异 但小银行们不在乎 对的 这就是教授的另一大爱好 和法科的关系相比的话 那一点诡异就不算什么了 两人那超越主仆和师生的关系 在那个年代是不能被人接受的 也将会是未来噩梦的开端 伴随青春的鸟鸣声 小群驴被吵醒了 晨光撒进了房间 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 这个地方太棒了 不再有父母严苛的管教 关键是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何立尝试问教授 能不能让他俩都待几天 看着狼吞虎一样的学生 教授姨母般的笑容浮上脸庞 反正我都放假了 你们想待多久都行 他俩真是饿坏了 一口气的把菜桌扫空 饭后想去隔壁的村里散个步 才发现大门紧闭 回头去问教授 他终于露出了獠牙 没有人能出去 你们在这儿很安全 一个晴天霹雳亚 猴里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还是那个平静人的教授吗 马德当然不会屈从 那的女孩就想要翻墙而逃 教授也不藏着 一选下去教马德怎么做人 在绝对力量和家伙的面前 任何抵抗都是多余的 他俩被关心的地下室 一个城堡里专门打造了牢笼 无意的小窗上也是铁杆伺候 一晃来到了傍晚 马德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还是胃口大好 他却好力没什么的 最多就是教授通知了他们的父母 很快两人就会自由的 在那之前 在这个地方约会也不错是吧 昨晚的一粒春光还在眼前 如果今晚是最后一晚的话 那就不要浪费了吧 又是一个不免事业 第二天一早没有等来父母 早餐却准时送打了 马德意外发现门没锁 欣喜若狂了两人什么都没想 一股男人往外跑 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冷冷地传来 美好的一天 不是吗 还是被教授戏耍了 在他看来这无意就是一场刺激的游戏 他的王国要多了两个免费成名 哎 铁门枝该山被推开 是来送后的店员 好力刚想说什么 就被教授打断了 有礼拜后家伙的威胁 他有恃无恐 谎称是他大家的小孩来度假 没有胜算的小情侣 只能眼睁睁看着男人走掉 教授的游戏是有规则的 谁要犯错的话就要受到惩罚 他故意没锁门 就是为了测试一下 结果就是他很失望 看一旁的女友被控制 马德的防线一点一点被踩死 憋屈地推下了裤子等待被罚 哎 撞摇了一圈 教授一把扔掉了藤条 目的已经达到 他很满意 从没有受过这种委屈的马德哭了 几次甩开女友的手 一个尸手把他推倒坐下 床下的弹簧滑破了女孩 马德这才醒悟过来 男人把气洒在了女孩头上 小群里没有格约的愁 该有的火气得用到合适的地方 年轻就是好啊 一晃好多天过去了 地下室的游戏没有停下 今天是复活节 看小群里表现还不错 教授从餐厅订了一大堆美食 再次地回到餐厅吃饭 两人还有点不习惯呢 按照惯例 法科去准备饭好咖啡 教授去放点音乐出信 没什么胃口的女孩 一眼就看到了餐厅下的家伙 机会来了 两人都是一个小激动 还在摇头花耳享受音乐的教授 迎来了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令人没想到的是 他似乎一点都没慌 顺手插起了一把小刀来硬扛 眼看他越喝越近 猴力吓得花容失色 大喊着快点看笑 毫无疑问 又被教授耍了 还是太嫩啊 形势再次地反转 那把小刀竟然也是个道具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 小群里没有一点胜算 猴力气不过 送上一个友好的问候 学生不听话也就算了 把祖父的画像弄脏了 可是不能接受的 知道逃跑无望 马德为了救女友 主动脱掉了衬衫准备挨罚 诶 教授要的不是这个 女友不乖 就该由马德来动手 看教授决心已定 猴力反而是第一个屈从了 把鞭子交给了男友 马德问他是害怕了吗 女孩的回答很难寻味 不 是你怕了 见了他轮持鞭子 他的防线开始决定 时间过得飞快 一转眼 就是开学的时间 玩了一个月 游戏的教授有点疲惫 但还是不得不去 如果他和学生一起消失 肯定第一个就怀疑他 果不其然 警察找了他问话 说有两个学生失踪了 这种小场面 教授怎么会慌 很快就应付了过去 早上临走前 教授盯住法克 进地下室务必要带家伙 可一回头他就给忘了 都一个月了 也没发生什么 一上眼功夫 形势立马急转 好力知道今天是开学日 控制住了法克 他俩就有胜算了 可差点被勒运的法克 说的话令人责舍 他受到的PUA 何场比他们的少 两年前他犯了点事 被警察满城的抓捕 走投无路下 他投靠了教授 从那以后 就再没走出过这个房子 正所谓同病才有相连 一样的遭遇 让三个人很快接上了盟友 法克答应帮他们 但这个事急不得 有了他的侧应 一定会成功 好多天的憋血一扫而空 诶 一台眼 正好瞄到了法克 在偷看女友 马德心里一个咯噔 有了 这个纽带将会把三个人 捆得更老 他的意思够明白了 只要能获得自由 他什么都愿意 哎呦 这些话 好力全都听到了 但他好事 并没有一点诧异的样子 有点意思啦 法克还是挺熟悉的 晚上教授刚到家 他就开始替他们说话 孩子们已经完全被驯服了 在这里不缺食物 也不缺乐趣 你将多两个陪你玩的小兵 教授不宜有他 同一方的小情侣 一顿大餐过后 还亲自扣似了一把住行 表演迎来了大家伙的掌声 但就是他表演的悲剧人物一样 他也很快地悲剧了 关键地下室的囚犯变成了他 而他的学生兼难拥 则就占雀草 成了房子的新主人 看他的样子 似乎早又死心啊 摆脱了教授的掌控 三恩是彻底释放了天性 丢掉了那些难天的古典音乐 推到一直看不断的盔甲 他们并没有想着逃跑 而是想把这里改造成 想年轻的天堂 第一步马 逼着教授打去学校请假 再签了一张空白支票 在一顿友好的问候下 教授一一照做 出门取钱采购的任务 就交给马德了 一切看上去都挺顺利 马德出了门 法克才第一次有机会 和女孩读书 心跳的蓬蓬的 相比于雷露的男友 眼前的男人就成熟了很多 侯丽信守的诺言 也达成了法克的第一次 诶 没错 影片的设定就是 四个出场人物 三男一女 全都是白纸一张 当然 或许也没那么简单 在这场竞技和权力的游戏中 你算哪个会笑到最后呢 摆跑了大房子 摆跑了马尼 甚至还摆跑到了一个女神 三个小年轻 算是彻底放飞了自我 过去的童话里 才有了幸福生活 教授的房子 被他们改造一通 放肆的一起跳舞 一起玩游戏 所以失败的结果就是 要听从另外两个人的任意处罚 不管是什么脑洞 都要不要服从 接下来这个就不这么好描述了 看这个道具和表情 你大概就明白了吧 人啊 一旦没了道德的枷锁 可什么事都能想得出来 才刚定前的小情侣 为了自己 多一个人游戏又何妨呢 只是苦了在地下室的教授了 除了楼上无数只得吵闹外 还得被迫帮他们取外卖 没办法 三个人都不想被人认出来 教授也不想坐以待避 他提出只要给他自由 什么都可以答应 包括他银行里的巨额存款 很明显 猴力和法克都不在乎 唯独马德有点动心了 他不想像个吸血鬼一样 一到天亮就要躲回房子里面 不出意外的话 该来点意外了 心灰绝望的教授 选择了离开人世 还好 被大家伙抢救了回来 三个人都吓坏了 他们只是贪玩 可不想闹出人命 一条巨大的裂缝出现在他们之间 意见不好的两个男孩 首先动了手 法克要阻止马德报警 一顿牛角下来 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没想到 一旁的猴力反而是 最冷静的一个 三言两语就化解了大豆 从一个月前的懵懂少女 到如今坐拥两个男孩的女王 他还想要更多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教授了 只要他隔屁 男孩们因为害怕和愧疚 将永远不会离开这个房子 还有他的伤控 不过在那之前 他需要教授的一个签名 好领走他的全部积蓄 生无可怜的教授一一照做 等到第二天一扫 教授都凉了 随后一切都朝着 猴力的预想进行 因为惊恐和害怕 两个男孩只能 乖乖地听从女孩的指挥 包裹好尸体 掉进了外面的石头 把房子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为了男孩们听话 不要出什么岔子 猴力还是听从了 教授临走前的忠告 把可爱的宝贝藏进了口袋 这座古老的城堡 迎来了新的统治者 要八花季的年轻女王 一部很稀少的女权反剥削影片 一般来说 对于这种类型 我的兴趣不大 但架不住她有女神 伊玛德桑蒂斯亚 1975年西班牙犯罪惊悚片 禁止爱游戏 剧情三星 表演两星 卡哇五星 综合三星版 我的硬盘不善视作 但目前好色 只有俄语混音版 原来可视 但不是为经典 期待观秀版 好记得给赞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